巴西近来因为贪腐问题政治陷入危机 巴西最高法院六日要求众议院组织委员会 启动对副总统泰梅尔的弹劾程序 由于现任总统罗塞福也面临弹劾问题 这场正负援手弹劾接力赛可能造成巴西国阵瘫痪 而且名列第三第四顺位领导人的两位国会议长 同样深陷贪腐风暴 巴西已在讨论是否要提前在今年举行总统大选 根据巴西宪法规定 若正负援手接遭弹劾等因素无法任职 众议院议长将代理总统职务 然而现任众议院议长库尼亚自己也深陷贪污疑云 巴西民众也上街抗议 不仅是前总统鲁拉涉入贪腐案遭起诉 现任总统罗塞福面临弹劾问题 巴西民主运动党与劳工党政府更闹着要决裂 如今连副总统泰梅尔也将遭到弹劾 巴西政府在奥运前恐怕要面临大洗牌 甚至全龙无首的局面